日本天團伊瓦蘇比年初巡演 最後一站到台灣開唱 而這地點就在新北指標性場館 Zap New Taipei 金智元後續來台 首場見面會也選在這 一人在唱的時候 如果台下一千多個人一起 同時跳動 在震動上面 其實不會影響到 整個建築物的其他空間 日本專業團隊打造的海外 首間場館建物本身 採用耐震抗噪的 Boxing Box功法 可以說是台灣少有的高規格 室內展演場館 再加上國際級聖光設備 吸引知名台日韓隱新歌星 前來朝聖 包括了有阿蘇比 還有Super Junior 龜弦等等都來到新北開唱 新北機械招商 而Zap就是最好的例子 選擇進駐新北新莊 而旁邊就是國家影視廳中心 更串聯起林口影視城 和板橋紀錄片基地 形成新北影視產業聚落 招商一條龍到現在 也是每合278件 投資了5500億支多的 這樣的一個案子 新北國際級場館 吸引大批粉絲追星 而一條龍招商 更是帶動區域經濟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